民进党既然早知如此 又何必当初呢 如果不是因为 民进党当时为了利用罢免案的低门槛 来对韩国瑜进行政治性的报复 怎么会有今天遍地烽火的罢免行动呢 民进党要罢免韩国瑜的时候 就高举着正义的大旗 告诉台湾人民 罢免权是宪法赋予公民神圣至高无上的权利 现在面临自己的立委要被罢免了 才忽然想起选办法有一些不合理的地方 罢免的门槛太低了 这样的双重标准 怎么可能会让台湾人民幸福呢 更重要的是 贪污受贿的立委该不该被罢免呢 牺牲台湾人民健康安全的莱猪立委该不该被罢免呢 在立法院表现了不学无数的两光立委该不该被罢免呢 民进党今天碰到了自己人 所有的标准通通都转弯 所有的原则通通都放弃 这样的做法 只能够再一次的让台湾人民 看到民进党政治人物胆小懦弱 恋战权位的丑态而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